西班牙巴西和美国当局正在通缉她,她被拐走时才12岁,米夫人从小训练她成为了自己的杀人工具。 阿泰是专案小组成员,一直在追踪米夫人的杀人集团,弗塔贝奇在一次行动中失误,被米夫人杀人灭口。 米夫人又在世界各地拐走许多12、3岁漂亮的小女孩,这些小女孩都是精通无数。 米夫人准备再训练出一批有素质的杀手,其中有个中国女孩叫海妖。 阿泰也在网上查到了最近有很多小女孩失踪,奇怪的是米夫人的杀人集团从此销声匿迹了。 小女孩们都被带上了孤岛,每天都是残酷的训练。 有个小女孩降家了,她们又走远就被米夫人杀害。 晚上有三个小女孩逃走了,第二天小女孩的尸体却出现在了海边。 她们每天只能坚持训练,时间过得很快。 一专业六年过去了,孩子们都长大了。 她们开始学习化妆,都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大美女。 米夫人给她们安排了任务,今天的任务是消灭一队职业军人, 她们配备武器,有能力的人才能冲出去。 又一批女孩们倒下了,第二天米夫人来了。 她让女孩们互相残杀,必须有一半的人倒下。 女孩们开始互相残杀,米夫人把剩下的人都放到了一个大笼子里, 让他们最后只能有一个活着出来。 后来米夫人改变了想法,她最终留下了非常有能力的三个人, 海妖、凯欣和雨莫。 一天女孩们和米夫人共进晚餐,米夫人告诉她们, 只要她们成为杀手,米夫人保证她们年薪超过五百万美元。 女孩们相亲了,她们被米夫人迷晕, 米夫人为她们准备了特别的告别仪式。 不久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暗杀事件, 受害者皆为民流或黑帮收闹。 美国情报局展开了调查中国娃娃, 米夫人在暗地中也得罪了不少人,她被黑帮人盯上了。 而她在调查中发现了海妖的母亲, 她告诉海妖母亲海妖已经成为了杀人凶手,母亲很担心。 海妖在一次暗杀行动中见到了自己的母亲, 她过不上和母亲说伤几句就逃跑进了一辆冷藏车里, 阿泰也追了过来,二人在冷藏车中对峙着。 车里很冷,阿泰把自己的衣服给了海妖, 海妖醒来就把阿泰打晕逃走了。 米夫人注意到了海妖的母亲, 她派雨墨去杀掉海妖的母亲, 她怕海妖因为母亲而心软。 这天阿泰和海妖的母亲在一起, 可是阿泰不是雨墨的对手。 海妖及时出现就让阿泰打败了雨墨, 米夫人知道后很生气, 她找到了海妖让她完成最后一次任务, 此时就一笔勾销。 米夫人和一龙约见, 她不知一龙是来给哥哥报仇的, 一龙控制了米夫人。 海妖他们来到了米夫人提前约见的地方, 却见到米夫人已经被一龙杀害。 他们忽然发现这只是一个圈套, 凯欣被一龙抓住了。 海妖逃了出去也被打伤了, 受伤的海妖只好去找阿泰收留自己, 他们在海边发生了关系。 海妖决定一个人去救好姐妹凯欣, 凯欣却被一龙杀害了。 海妖和一龙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打斗, 最终海妖打死了一龙替凯欣报了仇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阿泰也和海妖在庙里相遇了。